我们要把我们要给学生学的东西 或者你要去演讲要去讲 你的计划要去申请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你的东西先简单化 那简单化呢另外有一个重点就是它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比喻来讲的话 它就有助于你简单化的任务 所以教学上面用Canva的话 第一个重点是简单化关联比喻 那所以我为了呈现这个东西 我就找了一个这个图 等于的这个图 我抓了这个字叫做简 第二个是概念图像具体化 你把你的概念用图像找出来去代表 可以具体化那个概念 所以我用这个图 这个山水 山跟太阳这个图案简图 用图来当作代表 用数据来说服 有说服力 所以你讲的话呢 一定要有支持的证据 所以找了这个证据的图 然后关联听者才有感 所以你要找 我找了一个新的图来当作这个有感 所以简图有感 所以如果你要做你的教学的简报的时候 你必须把你的概念透过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这些图怎么找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 假设我今天这边 我开一个新的 这边的那个页面的新增 一样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边会有可以操作的功能 所以这里可以新增一页 那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高层次思考好了 它是不是有一个金字塔对不对 那我直接呢在元素这边 你要找的任何的图东西都是元素 所以请你点元素这边 你直接找金字塔 我们在呈现很多概念的时候 通常会需要到这一种很多的那个图案 那它图案有很多分类 这个叫图像 是一般的那个插画的图 它也有照片 也有影片 也有声音 那一般我们会选图像 看全部 去找一个你觉得可以表达你的东西的金字塔 所以这个东西它很多 所以你要表达概念的时候 都应该可以很容易找得到 比如说我们就拉出来 拉出来 然后直接直接再把它放进去 这时候我就可以使用文字 去点一个文字去 去标注 比如说第一个是生理需求 那个叫马洛斯 生理需求 那我们通常会 因为这这个格式都会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怎样 格式先调好 所以我选一个漂亮的字 把它拉到适当的大小 如果你觉得都好了之后呢 我们直接Ctrl-C,Ctrl-V复制 然后再去改字 所以你要找类似这样的图呢 其实很好找 比如说生理需求 我们就要放一个生理需求图对不对 那什么是生理需求 是不是吃东西 那我就找一个吃饭 吃饭的关键 吃饭的图 要不要找到各种各式各样的吃饭 你就怎样把 或者如果你觉得这里没有 没有可以精确表达你的概念的东西 你就换一个名词 换一个关键词 但是一样就是你要的那个图的关键词 比如说 食物 那这个我觉得可以代表 我就把它拉出来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把你的概念表达得很清楚 它的元素这边 你可以去找到很多可以表达你的概念的东西 那通常百分之90以上 你的任何的概念都可以从这里找出来 那如果找出来差一点点的 你可以用简单的图像堆叠的方式把它改掉 比如说你有一个靶 你希望那个一箭命中对不对 可是你找到的可能只有靶 那你就再找一支箭 把它叠在上面就好了 所以透过这种方式 我们几乎可以解决大部分我们要的图案 几乎百分之95以上 除非有一种状况就是 你需要你要的更精确 或者风格都要一模一样的 那你找不到真的找不到类似的 那我们才会去用AI来生图 那你就可以随心所愿的去调整 好那这个部分就 各位可以试一下 你先随便想一个你要表达什么概念 去找一个概念的底图 比如说什么圆圈、循环、卫星图、金字塔图、范式图 那种里面一堆 各式各样这种东西都一堆 所以用这个来写计划 去报告的时候超级有水准 我一般的简报也大概就是用到这些功能而已 一般大部分的简报都只用到 刚刚上面讲的这些功能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统计表 你找图的时候啊 关键字如果找不到 看假设你今天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比如说假设你今天教学生阅读理解好了 那你第一个动作是要先阅读 所以你找出了几个步骤嘛 阅读理解再要什么这几个步骤 那所以你每一个关键的步骤 你要找出一个对应的图 比如说阅读 需要一个图来陪衬 那你就要找阅读的图 从里面找不需要Google Google的东西都会有版权的问题 你从这个元素里面去找 那你比如说阅读对不对 你可以找阅读 你也可以找书本 也可以找看书 那个字是可以调整 关键字是可以调整的 看你的需求 看你要用图像来用照片看你的需求 那有的人会把照片当做整个简报的底 就是视觉系的人 他就会找一个照片来秤 当做秤底 通常假设啦 假设这一页是要讲那个阅读的 那我这就是阅读 那我就会把五个关键步骤 阅读理解 灾药什么放进上大标题 这个图就秤过 这样子你的整个架构就会非常清楚 所以老师们要有一个能力 以前我们教学生就是教过就算了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帮他把架构跟灾药核心的概念抓出来 变成一个秘籍 那这个学生一定刚开始都不会 但是他如果以后读书要自己自我学习 要能够能力成长 他一定要有这个能力 但一开始他不会 你要做给他看 那做给他看 他至少他自己本身就学得快 他学得快因为你的架构很清楚 你的教学内容很清楚架构很清楚 那他就会学得快 等到一阵子之后你就跟他说 其实这个部分是你可以自己产生的 那你就要教他怎么去后设 把你在阅读的过程中 哪些是重要的关键字抓出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形成一个架构 可能是顺序的架构 也可能是重属的架构 帮他去厘清这些东西 小朋友就会慢慢自己会抓重点 自己会抓架构 那他以后就会成长得很快 这种你如果教会小朋友这个技能 小朋友以后是可以不用靠老师的 通常学校是不教这些 这就是老师们的问题 以前我在学校我也不会教这些 因为连我自己都不会 一直到我用CAMMA 我才体会到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以前那些超级老师 到底是怎么弄的 为什么我去那边学就可以学得很好 因为他们有把重点在关键都抓出来 然后变成图变成故事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在你的课程里面 有哪些东西是你可以这样子处理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相信那一颗你应该之后会教的 会到一个新的境界 我发现全京官方了 第一声 表示 呢 感谢观看